晚上好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4月20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迹 为了改善公积金机制和增加国人退休储蓄 公积金局今天公布了建议措施咨询会员们的意见 这些建议分别是 如果会员同意修改提领全部存款年龄至60岁的话 该局建议分阶段性提高 也就是说从2016年到2018年 三年间维持55岁退休年龄 但从2019年至2021年调高一年 全额提领年龄是56岁 以此类推直到2031年调高至60岁 如果会员维持现有的55岁全额提领年龄 年盲55岁的会员可以选择全额部分或者是每月提领存款 而针对55岁之后继续选择工作的会员 共积金局存款将存入另外一个户口 该户口的全额提领年龄是60岁 其他方案还包括 以最低薪金法令产明的最低薪金计算最低缴纳额 延长派息年龄从75岁至100岁 会员可以选择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退休存款 而从即日起会员们可以在公积金局网站透过个人电子户头给予意见和看法 前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再次在个人部落格撰文评论现任首相纳吉 马哈迪指出 纳吉为了拉拢华裔选票 大大删减土足在公立大学的固打人数 不再关照土足商人导致他们必须结束营业 并且批评纳吉花几十亿派钱 出了以上的几点评论 马哈迪也表示会监督纳吉和罗斯玛的奢华生活方式 针对昨天大约有50名物易居民 因为不满教堂前的十字架对准物易住户较多的地区 而手持不要挑战伊斯兰的纸牌在教堂前进行集会的事件 今天雪州大臣阿斯明表示 雪州绝对不允许任何极端成分的存在 因此认为要求拆除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不被接受的 并且促行警方对涉案人士采取对付行动 另外媒体也揭露 带领居民抗议的领袖正是全国总警长卡利·阿布巴卡的 亲哥哥阿都拉 对此卡利指出 哥哥只是作为社区领袖道场 确保示威居民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但他强调警方会秉空处理 福布斯2015年华人富豪榜出炉 排在第一名的仍然是香港首富李嘉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陆榜的370位华人富豪当中 大马共有9位华商上榜 现年90岁的郭鹤年排名从去年的第10叠至第16 而在全球则排在第110位 财富有115亿美元 威将只能113亿美元 其他上榜的大马华人富豪还包括 丰隆集团掌舵人郭令燦 以及大众银行主席郑鸿彪等人 最后是国际新闻 一周偷渡船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覆 截至目前只有28名生还者 其他的900多人恐已经葬身大海 根据生还者透露 有数百人被舌头锁在底部的船舱 逃生无门 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中东战乱国家 为了逃离战乱 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他们不得不能偷渡逃离家园 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